美國雙方都強調 臺灣問題呢 在建立恢復以及進展 中美關係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部分一定要好好來處理 中國強調臺灣問題呢 是中國的主權跟領土完整 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希望美國能夠信守承諾 而且要理解 並且支持中國的這個立場 換句話說 美國呢 應該已經所謂的跟中國承諾 然後呢 所謂的臺灣呢 這個是涉及到中國的主權 跟領土完整的部分 應該是要由中國來處理 美國則表示 他還是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遵守三個聯合公報的這個原則 這部分美國不管哪一個總統 其實都常常講 可是呢 臺灣關係法不見了 這是一個大家要看的地方 第二個是雙方重申 相互尊重主權跟領土完整 是指導中國跟美國關心的 一個核心的指導原則 雙方都不會支持任何一個勢力 要來破壞這個原則的任何一個行動 用白話文來講 你要做台獨做分裂 不是不但是中國所不允許 理論上美國也會不允許 雙方一致認為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對確保中美關係是極端的重要 這個部分吳主委他談到說 所謂的相互尊重主權跟領土完整 這個是中美關心的核心指導原則 然後中間又前面又強到 臺灣問題就是所謂的主權跟領土完整 脈絡下來看就是說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個部分是所謂的牽涉到中國的領土完整 跟主權的議題 美國是絕對充分尊重 所以我請教一下部長 照這個聯合聲明 是不是我們看到臺灣已經跟大家說拜拜 我們被憋 我甚至於在想我們有一些意見 是不是傳送給大陸經過不同的管道 我不知道 但是我說應該這樣去做 我想答覆您的問題有好幾點了 第一點就是這個 沒替臺灣關係法 事實上這不是第一次了 以前這個 您剛剛提到三個公報 其中第三個公報就是 1982年的817公報 那是在建交之後的 那裡面沒有提到臺灣關係法 那個時候臺灣關係法已經存在了 另外一次在1997年10月27號 江澤民去美國訪問 跟克林頓總統也有一次聯合聲明 那也是臺灣關係法也存在了 但是並沒有提 但這並不是說美國不提 美國口頭提了 這次口頭提 以前也提 比如說江澤民到布徐的家鄉去 訪問的時候 不許當了他的面就提了 臺灣關係法 所以臺灣關係法對美國來講 非常重要 對我們臺灣來講非常重要 雖然中共很討厭 但是對於我們的國家利益 和美國的國家利益 都不可能把它忽略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次的聯合聲明我覺得有兩點值得注意的 倒不是沒有提臺灣關係法 倒是另外一點 他說雙方重申互相尊重 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一根本原則 是指導中美關係的 中美三聯合公報的核心 雙方不支持任何勢力 破壞這一原則的行動 雙方一致認為 尊重批次核心利益 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 我們都知道 中共一再的表示 它的核心利益是什麼 就是臺灣 就是西藏 所以這個是以前公報也好 書面的也好 口頭的也好 沒有提過 這一點我覺得值得我們注意 值得我們表示關切 我覺得政府應該把這一點 要好好的了解 跟美方溝通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就是提到兩岸的問題 我說他這個在兩岸上面 這個特別提到 美方歡迎 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 和平發展 而且期待兩岸加強 經濟 政治 及其他領域的對話 與互動 建立更加積極穩定的關係 這些東西啊 以前的公報裡面也有 你比如說這個 1972年的上海公報 建交公報 一直八一七公報 都有類似的文字 但是沒有像這一次 講得這麼清楚 這麼露骨 所以在這方面呢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的來注意 好好的來研究 好好的來了解 好好的來處理 第三個 您提到這個尊重 這個領土 主權和領土完整 這個以前公報都提過 都提過 仔細看 很多人現在談問題 沒有把以前的東西仔細看 仔細看 都有類似的文字 除了我剛才提到 它的用語啊 有點不同 這個值得我們關切之外 至於這個原則性的東西 以前都有提到 第四關於台灣地位 坦白說 美國對於台灣的這個 這個看法 或者立場啊 是變過的 在1949年以前 根本他認為台灣 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啦 等到韓戰爆發了 他整個杜魯門啊 把他的立場修改過來 但他根本 大陸建交之後 他的立場又做了一次調整 就變得很模糊 很曖昧 他不用承認 他用acknowledge 是 用acknowledge 認知到等等的 所以這一方面呢 我看是看美國的利益 是 調整他的政策和立場 至於台獨一點呢 倒是美國 從這個 就是建交 跟大陸建交以來 他都是明白的表示反對 這個反對 當然我們國內有很多人 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認為 既然我們自主 我們民主 要由老百姓來決定 是 而不是由你外國人 或者第三者來干預 這一點我想 大家都是有 類似的看法 是 所以答覆您的問題 因為是很大一個問題了 我大概很簡單的 把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 提出來給您參考 不過部長 我再請教您了 依照您的說法 所謂的這邊 沒有談到 台灣關係法 但是歐巴馬口頭上 有講 也就是他不能 我們解讀成 美國已經拋棄 不再使用台灣關係法 而是說 他只是在這裡沒有談到 第二個 您談到更重要的 我們要看到的一個是 雙方一致認為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也就是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這一件事情呢 對中美關係是極端的重要 這是一個新的 這個新的代表什麼 是代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一個退讓妥協嗎 外交上有的時候文字是雙方妥協的結果 所以這不一定有很清楚的定義 像以前那個1972年的他們這個上海公報 也有類似的文字 譬如說recognize acknowledge翻譯的問題 各取所需 所以這一點 這是我 所以剛才提醒了 我們政府 應該跟美方 徹底的溝通 了解 到底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不過照我們 在歐巴馬去大陸之前 之後 他們一些真正負責的高層官員 譬如說 我們都認識的 國家安全會議的Jeff Bader 他就講得很清楚 美國政策一點都沒有改變 不管是對我們這個 台灣的這個地位也好 對於軍售也好等等 他們的副國務卿 Jim Steinberg 也是很清楚的表示 而且是公開的 他們兩個都在演講的時候 公開的表示 所以我想 這一次歐巴馬去 歐巴馬是個總統 日理萬計 他拿你可能對於很細的地方 他去看 去講究 事實上都是下面 他的部署提供他的資料 他照本宣讀 所以我相信歐巴馬的一舉一動 事實上都是 這個順從他的幕僚 他信任的幕僚 給他提的意見在做 所以在這一點方面 我是認為到目前為止 歐巴馬的政策沒有改變 但是我也要強調 政策不是一成不變 永遠不變的 從二次大戰以後到現在60年 就拿美國跟中共建交到現在30年 大家的政策都有改變 雖然我們說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現狀都有改變 何況客觀的條件 客觀的環境 主觀的條件 也有改變 這之所以我們看到 這一次歐巴馬去大陸訪問 跟以前美國總統去訪問 氣氛不太一樣 做法不太一樣 姿態不太一樣 當然這跟歐巴馬本身的背景 本身的理念不一樣了 他的理念跟以前的總統不一樣 但是另一方面 又反映出客觀的環境 和主觀的條件不一樣了 這也表示政策有可能會調整 有可能會改變 不光是美國 大陸也在改 我們現在政府也在改 我想這個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 怎麼樣追求大家的共同利益 平行的利益 避免衝突 這是關鍵 主委我就要請教您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真的需要這麼緊張說 歐巴馬的對台跟對中政策 要大幅的改變 特別是所謂的台灣問題 涉及到主權跟領土完整 依照您的說法是 幾個總統都沒有那麼公開的場合上 一直在重申 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的這件事情 歐巴馬在這一次訪問中國 講了好幾次 這個意義真的是牽涉到 美國的中國政策真的要改變嗎 不過在請教您之前 我們也來看看 台灣的這些學者 怎麼樣看待昨天的歐胡會 以及這個中美聯合聲明 美國總統歐巴馬 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 在北京會談後 所發表的美中聯合聲明當中 沒有提到台灣關係法 與對台軍手 不過記者會上 歐巴馬還是有口頭談到 美國的政策基礎 是美中聯合公報 及台灣關係法